明日新闻张旋会中人民台北报道 台北花卉博览会11月份才要开幕 不过呢门票已经开卖了 而且还推出原价300元的门票 现在只要团购满3万元 就可以用半价150元来购买 结果呢台北市现在还有区公所 以官方的名义说可以来帮大家 用团购的这个便宜的价格来买 这议员就痛批说 这根本是绑装行为嘛 美丽的场馆模拟图繁华似锦 这是政府花上百亿要办的台北花博会 为了吸引民众参观 市府祭出门票优惠 团购3万就能半价砍花博 没想到台北市南港区公所 居然大剌剌贴公告 要帮民众从300元凑成150元的半价门票 南港区公所他敢这样子做 一定是民政局受益的嘛 这个行为就是民政局在为豪文兵市长 在绑装嘛 太卑鄙也太粗鲁了 这个是区公所他的做法啦 有些区公所他不贴公告 但是他会透过理案 是跟理事长传达这样的消息 民政团队本来就是跟基层 非常地有接触嘛 那基层里面团结起来 那来买这个团购的票 我觉得也是一种乐趣啊 希望让大家买便宜票 没想到地方区公所 就以官方名义 卖起半价票 还代办凑团 算一算花博新建 赤字124亿 原本预估门票收入 有将近17亿 但这是以800万人 买7折票来算 现在花博票卖300万张 票价都只有120到150元 要从门票回收百亿 花博经费几乎不可能 剩三个多月啦 豪文兵就要连任了啦 他哪有想到什么 回收不回收的问题 他只想到选票的问题 钞票那个预算 花出去的钱 要回收都不重要 他脑海里只有选票 花出去的钱 收不回来 活动办得再好 也别忘了 这都来自明智明高 民事新闻 唐光南谢嘉玲 台北报道